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已经是服刑原笔 叫做梁思黎 二十二岁 另一个叫做陈家俊 警方仍然在通缉他 二十五岁华籍的男子 当时警方立刻拿这两个人的照片 找回翠姨妈和乐林妈给他们认识 认不认得到 但他们两个过了几个月 或是在夜总会时的灯光比较怯怯 就认不出 觉得不是会见到那个客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觉得好像不是 警察会觉得 难道还有第三个人 犯于这件案件 难道不止这两个人呢 但无法 始终重要的线人 或者证人 给不出重要的确认的时候 没办法 继续去查 他曾经 阿燕也告诉他 他的手机被Peter和乐林拿了 当时 这个张华美和谭文恒的手机 曾经也失踪了 之后发觉他被人狂打 173的色情电话 打到爆机就断定了 警察就立刻想 如果两件事会有双连的时候 我们立刻查看阿燕的手机好不好 一查看的时候 没有打到出去听173 但是呢 就知道这部手机 曾经打过电话 就是当日 阿燕和阿力和Peter 在的士去着 慈云山的时期 阿力打了电话 正正是1月23日的时候 下午打出的 这个电话 就是打到沙田 这一个河半花园 其中这一个单位 打到那里 咦 即刻知道 那个电话的电话 警察就立刻 跟电话公司查询 这个资料 就知道这个电话 登记人叫做陈一鸣 陈一鸣很熟 大家立刻好像 哪里听过 刚刚上节就说过 听书听得更紧 原来陈一鸣当时 在长洲三层高的 这个度假屋 即是这个 阿Peter 拿一个 曾经三年前 已经报失了 一个男人的身份证 陈一鸣 来登记租屋 那时用的 这个资料 而这个河半花园 这个电话 也是陈一鸣的 身份证来登记 整件事 就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牵连 当这个警察 再看这个电话 有没有什么 查记录 各方面的东西 就查到 在这个河半花园 陈一鸣登记 这个电话 number 里面 有线电视的工程部 曾经打电话 去这里 跟他有一个留言 就是说 约他 什么时候 上门 安装有线电视 跟着又查到 有一个电话 就在洪瀚的门湖街 就打回去 河半花园 这个登记里面 就查这个电话 留言 就听完 这个有线 之后 再打回去 有线的工程部 约他 哦 没问题 那一于 什么时候 早上的 十点钟 麻烦你 上门 帮我们安装 一个有线电视 警察就得到 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因为打出去的 这个电话 正正就是 阿燕的 给了他们 轿械的 手提电话号码 打出来了 而也得知 一个的线索 就是 过两天 他们就会在 有线上门 那时 十点钟 去这个河半花园 警察就继续 监听 这个电话 所有的 来电 message 那方面的东西 同时之间 也开始布防 在一个 河半花园里面 找齐了 那些狗仔队 CID 在附近 监视 这个单位 有没有一些 警方 同时之间 希望 可以 将这个兇徒 细下归案 准备报税 在那个 早上的十点钟 有线电视工程部 真的派了两个 上门 装修的律师傅 上门 警察当然打通通 跟他们两个上门的时候 就在电梯里面 全都在 当师傅 他按钟 叮当 你好 有线电视来安装 这个收费电视剧 哦 好啊 进来啊 走去开门的时候 一开门 那么 立刻就标行上去 就 浪忍着铁杂 踢开这堆木门 被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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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屋内里面的一个男子制服 而从男子的样貌来看 当时的CID就很记得 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位 有份去禁锢阿燕和非礼强奸阿燕 口爆阿燕的这个良私礼 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压力 按住这个压力的这个时期的时候 这个压力就即时就是大家 不关我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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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人禁锢的时候 就已经说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的 那就是心有鬼 在里面就是有料要爆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一切都是陈家俊指使的 陈家俊 陈家俊他杀人 不关我事的 我没有杀人的 陈家俊指使的 这样一直狂喊 那就是不要说那么多 你有权就是这个保持生物 你所说的东西 将来就是作为一个情同证供 那么下山五万字 大家都知道那些警察会说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刻里面 就把这个阿燕就辑布 立即回去警署协助这个调查 而这个阿燕回到警察的警察狗斗之后 就很难合作 基本上问什么东西都给了 那你的陆拍档陈家俊在哪里住 是不是在慈云山 是 慈云山这个地址 XXY1234567 几一楼几一毫 全部都说了 所以警察也都是 即时就派出一队人 就是在这个慈云山 这个阿力 梁思丽所说的这个地址里面 就扑这个阿俊回家 中之就给他们 就是将这个陈家俊 亦都是筆获归案 那两个回到警署的这个时期 就分开这个盘文 那陈家俊就被警察当时访问 而当时已经开始 就有这个视像的录影 怕死那些警察就是打反了 口打成招 这样的 那陈家俊就说 你找我什么事啊 那他说 你是不是在什么时候 懂不懂这个 银泉桑拿肉的这个阿燕 哦 长州那件事是吧 你们全部都搞错了 这个阿燕呢 就是我的 常常去光顾开他打骨的师傅 OK 那 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大耳窗 我放数的 他就问我呢 就借了一条数 十九几万的 说一下 一直都在哪里 一根根的 交易了 色彩都还不想到 那我就去夹猪 那我就跟他说 那算是要还的 那过年啦 那我也很难交代 你不要以为 跟我出货出得很开心 是不是 我就说 这个贵里数 不用还才可以 那阿燕就跟我 说有什么方法 呀 Peter哥 那这样 那我有个朋友呢 就是淡了 擠草贽给我 那你帮我接客 就是还钱 他就在长洲 我带你进去过夜 你拿了多少钱呢 就好像收两家东西的 你总之到时你就还钱给我 你进去跟我做这件事 这样就可以减少息了 宴就跟进去 你怎样解释宴身上那些瘀痕 手上手手脚脚的拆箱各方面的东西 这个阿sir你不是不认知吗 拿他进去长洲关门 当然是玩些很喜欢玩的东西 我那个时候好像玩一些SM的 阿燕都接的 你别以为见到他楚楚可怜 他听说他喜欢被人打的 越打他越喊得更开心的 那我这个客人可能喜欢绑手绑脚呢 所以用力了 你知道男女之间的东西 玩到厉害了 大力了弄傷而已 那那些钱怎样解释 那我就收了那些钱 他还债给我 我见他在没钱过年 就省着两叉赞给他当他还18000 这样的嘛 没什么是吧 他欠我的钱 那你懂不懂这个梁思丽亚力啊 不懂 朋友介绍的 我是客人来的 是吧 就是他 我就是 知道有一件这样的事 那我带阿燕去跑马蓝 是吧 就是 顶着两条过夜数 是吧 就是 变得了他抓起我条数 有一些着落 我都不想做马夫的 大肚 这样讲 同时之间呢 就立刻有他走去问这个力 那就是梁思丽了 你和这个陈家俊是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从小变相识 没有个花朵 叫阿力 都是叫他刚我改的 因为我的名字叫做梁思丽 他说我不知舒适丽 只是双牛力 那就叫我做阿力 那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力 这样 那你认识了多久啊 我从小已经认识了 我们还住同一条村 大家是屋邨仔 一起在一起 早期我还帮他顶住了那些东西 阿sir 你可以抄记录 你知道的 他收起了那把电枪 又不认识 那就屈了 你等我吃死猫 我认识了 顶识了他 等他分金的罪 我就自己在里面坐 那他跟着还跑了 就被通缉 我知道他那时候 走了去澳门 做搭马仔 但是澳门你知道 九六年 这个时候 他们也就快回归了 那边暖七八糟 整天就菠萝 一会儿又砍油 又崩牙巨 一会儿又开枪 打死人 很难复复杂 搞到没人敢去澳门 那些司警又不断去掃墙 搞到他没人能干 他就回来香港 那我早了两年 我刚刚坐完 出来 那我见回他 大家两兄弟坐下 聊聊有没有什么世界 去聊聊 那大家就见回一起了 那样 但是阿sir 我真是没杀人 整件事我真是没杀过人 完全不关我事 所有的事都是 陈家俊他杀人 陈家俊杀人 他什么时候杀人 早前二月 杀了谁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在哪里杀 在我家 河畔花园 那里 他杀了一个女人 他很狼 他拿刀 刺 那个女人的喉咙 刺了很多刀 刺死了 之后我还有份负责 把那个女人的尸 放在这个城门河 阿sir 我可以证实 我对灯火发誓 我说的全部 100%真错无误 真诸都没中真 是吧 总之 没有说大话 阿sir 真是肩啪啪 你信我 阿sir 我可不可以做污点证人 我可以说完所有的事 那阿sir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污点证人 污点证人 就是我爆料给你听 帮助你杀死他 而我希望混乱到 我自己的减刑 阿sir 我真是没能够杀人 你知不知道 谁是谭文恒 知不知道 谁是张美华 不知道 不清楚 我就是知道 他曾经在我家里面 杀过一个女人 然后我帮忙负责气死 谭文恒 张美华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承认 我有带过 这个的张 这个的阿燕 在长洲那里 有奸过他 打劫过他 是这么多 是这么多 其他的事我不知道 我没有杀人 阿sir 我真的没有杀人 这样的情况 那当这个阿力 梁思黎 说了所有的这些事出来之后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打劫那些欢祥女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以前 好乱好劲 有茶饭吃的时候 洗乱打劫那些女人 有钱我们就叫鸡啦 没钱现在没办法 他又通緝 屈蛇回来香港 躺在澳门 遇到我刚刚有出来 身无纷纹 那我在监狱里面 就上了一些木工堂 就懂得凸木 各方面的东西 那他就跟我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一于打劫这些的女人 这些的贱女人 拿身体去赚钱 只是固连老钱 没来良心 是吧 你老美是 是精粗如无物 一于我们打劫他们 又可以 我现在没钱叫鸡 我们可以奸构了他 奸完他之后 又可以打劫他 几乱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奸他 不打劫好 不行 又打劫 又奸他好 对啊 yeah yeah 那两兄弟就这样想 奸他好 又打劫好 可不可以 不要让他认到 奸他好 打劫好 还要不要让他认到 唯有一样东西 他就有压力 什么呀 阿俊 就是杀了他 杀人灭口就行了 你老美 杀人 别找这些东西玩 你老美 你不想被人捉到 不是他死就可以死的 当然是杀人灭口 那阿俊就跟警察说 他说 我以为他说 谁知道他真是杀人 我都是估计他不想到 当然他又不记得 这个被他杀阿俊 在他家里被阿俊杀了的 这个女人是叫什么的名字 但是所有的事 正确确凿 警察再再重新起他们的底 发觉他们在破碎家庭长大 两个都是屋村仔 受的教育不多 而之前也有一些案底 偷单车 偷窃 进去坐过 但是没有根据这个黑社会 也两个曾经在夜场 做过这些事应 打过工 曾经怀疑 这个陈家俊 还在新辉煌卡拉OK 做过 而这个阿力 曾经在长洲的夜场里面 有家卡拉OK 也做过事应 据称两个 对这些宽祥女子 是很无好感的 不知是否以前 她们年轻的时候 在夜场里面 被姐姐娶乐过 又或者是想追求这些女儿 那些女儿说 你给我给我 不认为我闹丁 穷熙 不认为 伤害她们的弱小心灵 对这些夜场的宽祥女子 就很认真恨 但是有趣的地方 她们两个 也有一位同居女友 两个同居女友 后来发现 与她们这些犯罗案件 完全是无关联的 好了 这个梁思也承认 在长洲里面 那道教屋 找到那些木盒 那些木箱 是她做的 那她也说得明白 这些木盒 其实我们当时 想着把烟杀害 然后放在小木盒里面 然后再放入大木盒 如果你看到大木盒 中间有一些空间 有一条垃圾 那条垃圾 差不多有四五吋 六吋左右 在这里灌这些水泥 灌了在这里灌浆 木盒就会硬朗很多 还有木盒里面 我们就要串一些洞 让水可以穿进去 当屍体发脏的时候 它不会浮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会这样做的 因为陈家祥之前跟我说 他曾经做过一件事 曾经有个屍体浮出来 浮出来 在其他地方找得到 不妥当 所以一定要想到它 怎样可以 实际一点 不要让它冲去 避免这些海盐 他告诉我 他摆了30kg的铁饼 在屍体的麻包袋里面 都冲了上岸 真的30kg的铁饼 都不够重 所以真的要想想方法 怎样去弄坠手一点 重一点 不怕浮回上来 30kg的铁饼 当时警察一听 就想起这个谭文言 他的屍体在尼龙袋里面 飘到大鱼山的 十浪的海边 浮了上来 而当时就找到 麻包袋里面的尼龙袋 就有几块 这些举铁的大铁饼 刚刚好 也都好像梁思礼所说的 就是这个30kg 但是再撮梁思礼 他死后都不认 因为谭文恒这件案 就是关他的事 我没有做到 我不认 我知道的 就是这个阿力 我就是阿力 他就是这个 陈家俊 他在家里 堆了一条女 有了这些公词 也都讲了所有这些资料 两个又坐过监 有了杂料 你别人假装 什么客人 如此类推 接着 就再找这一个 就是Peter 就去再聊天了 陈家俊 就在这个moment里面 不认还认 就还需要认的 是吧 究竟警察 就是见到 这个阿俊 死了都不认的时候 有没有打齿他 踢他春台 你老是 拿一些冰条 插鞠去试试 拿一个铁尺 打脚板底 如此类推 那又不知道了 最后陈家俊 就是承认了 这一个阿燕 他是有份 性侵他 强奸他 禁户他 打劫他 而这个梁思丽 说在沙田城门河 旁边 在河半花园 他住所的单位里面 他杀死了一个 又是夜长女子 这一个陈家俊 也要承认这个人 他也有份去参与 这个案件 也就好像梁思丽所说的 就是把这个尸体 放在沙田城门河 同时之间 他也承认了 谭文恒 和张华美 都是他有份 在这个案件里面 当时 由于他参与了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 所以在3月3日 过堂的时候 这个法院 定他们 梁思丽 有份参与 禁锢 这个 骨肠女子 阿燕 最后进行 强家 性侵 和打劫他 几条的罪 同时之间 也怀疑 他也参与 谋杀的一个女子 这个女子 叫余维文 余维文 就是在他的家 在河半花园里面的 这个单位 17楼 D室 这个单位里面 被他们 杀死了 还将尸体 气尸 在城门河的河边 当时警察 也将两宗案件 转账了他们 两个 但是 张华美 和谭文肯 还要足够的 证据 才可以继续下转账 既然张华美 这宗案件 就是陈家俊 承认了 警察 当然要找到 张华美的尸体 在哪裏 所以 在3月5日的 这个时期 陈家俊 带队去长洲 去找到 张华美的尸体 究竟在哪个地方 重回案发现场 而这个 张华美的尸体 原来就是 汽司在长洲东湾 一个山边的地方 又到叫鸡不给钱 吃免费餐 通风报信 的闲锦华 又要再带队了 闲锦华和 他那些 刑征的重案组 CID 就带着 押着 陈家俊有铁链 黑布蒙头 去回 长洲的山边 去找 原来 在汽司的地方 很近 国民学校 如果大家去过长洲 都知道国民学校 离开码头 十几分钟左右 十几分钟左右 很近海滩 在东提南路的地方 原来当时 张华美 被他带了去 两层高度假屋 这个地方 很近 之前他们禁锢阿燕 那个地方 都是 不是很远的 距离 但是 张华美 可能 在当时 没什么钱 没什么打劫 到他 有失金 但是 被他杀了 但他 只是供出 他在 张华美 埋屍的地方 在东湾海滩 没端 很近 气质了 荒废了 这个发电 这个 垃圾 焚化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地方 那里 当时 闪锦华 这个大队 依稀 陈家俊 就告诉他 大概有什么位置 但是 他们 找来找去 都找不到 找来找去 都找不到 一旦闪锦华 你记不记得在哪儿 我真的不记得 在这里 我发誓 真的在这里附近 但在哪儿 都过了几个月 去年六月 现在 都三月了 差不多一年了 我怎么知道在哪儿 在这里附近 慢慢找 就是 猜人没他的办法 但是 闪锦华 和那些老猜骨 就突然之间 帮我买一些 金文医子 买炸香来 就是 在那儿附近 就真的点香 接着呢 点香之后 他们就继续去挖掘 往下面 不断地挖 甚至怕破坏了 尸体 他们不敢用一些 重型挖掘的装置 也不敢用铲子去挖 即是徒手 拿手去拔泥 或者铲仔 慢慢去挖 挖了两个多钟 这个闪锦华 还要咬柴 那 最终呢 皇天不负有心人 还是不知道 真是点灯了香 即是烧了衣纸 即是这个 张华美 即是全夏有之 告诉你 真的挖了 有一个袋 里面呢 就是包到 有一个腐烂到 严重腐烂到 见白骨的 尸体 正如陈家俊的大队所说 真的找到一个尸体 由于这个尸体 已经腐烂到 变成白骨 很少的皮肉 那么 当时的法医 只可以凭他们 一些牙齿的记录 以及一些 紧如一些毛发 进行DNA 和牙齿记录的 陷阱 结果 和牙齿记录 有一些烂牙 就是 一个张华美 以前的记录 生前的记录 和一个腐尸 腐烂了一件白骨的死尸 那些烂牙的记录 就很近似 同时之间 在一些毛发里面 跟张华美的儿子 的DNA 匹配的时候 亦发现有一个相比 证实了 这个死尸 正正就是 以前 出了街中 不肯见了人的 张华美所属 后来陈家俊的样貌 再次带回去 夜总会里面 当时有一个 不肯跟他出去的 太直的夜长 女公关 就认得出 是这个陈家俊 当时就是带他出街中 但是他就不愧 最后被张华美 就执了这枝 很臭 好了 张华美的尸体 就找到了 刚才所说 在一个陈家俊 堆垃了的 卡拉OK女人 余慧文 在一个沙田的河畔花园里面 就是杀死的这个女公关 究竟她的尸体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梁思丽 就是说 我有份负责 就是弃尸 我知道她在哪里 那他们就在这个 过了堂之后的 没多久呢 他又带这些警察 就去了这个城门河 就是这个大围的文礼角附近 那他说 我就在这里 就是弃尸的 那就是 扔了去哪里 我们扔了去 这个城门门河里面 那里 那当时呢 我们又是怎样呢 我们用很多的一些 垃圾胶袋 就把这个余慧文 就是呢 就剥了他的衣服 然后就放在这个里面 那 同时之间呢 就放了在一个 小木盒 在一个小木盒那里 跟着呢 我们呢 就再聚一些的 铁板的 那 那 知不知道在什么的附近呢 那 应该就在城门河 的地方 那 那为什么又是城门河 带我们来文礼角呢 那 因为我们在文礼角里面 扔了他的 但是 啊 陈嘉峻 过了一天之后呢 就担心 那尸体会浮回出来 就好像之前跟你说 他说之前有个女儿 被他摔倒了 扔下海 谁知道浮回了去大嶼山 那他说 一定要最重一点 最重一点 这个附河 让他浮不到上来 那我再跟他 去这个文礼角附近去看 啊 怎知真的见到一个尸体 在一个木盒里面呢 就是浮了出来 那我们就 立刻就落到河边那里呢 拿回这个木箱 推回上岸边 然后就想着 怎样去弄它 再弄它 再重一点 那当时我们呢 就转了几个洞 让水呢 就可以穿进去 那同时之间呢 我就偷了一些坑渠盖 又落石屎 等到它有这么重 就这么重 那然后我们呢 就再封顶 就是拿了六十粒钉 钉到它 实一实 就是 加重之后 再扔到它 塌塌塌之后 再将它推到 这个沙燕桥 然后呢 就扔了到这个 城门河那里了 那现在在 沙燕桥城门河的下面 这条的城门河 哎呀 真是很猛鬼的 大佬 就是之前的 林过云 就扔了死屍 屍体的斩件下去 那现在又有一个 女公关 就是石层大海 是吧 那就是王天不负有心人 那这个梁思丽呢 亦都是没有爆料 真的就找到 这一个 木箱出回来 那当时的法医啊 就是 还有那些鑑证人员呢 就是 准备好了 就将这个 这个的 屍体的木箱呢 就打开 那法区里面呢 真是很多 从这个 垃圾袋包装之后呢 就是一个 严重腐烂的 这个女尸体 而这个女尸体 旁边呢 全身赤裸 屈膝扭曲 这样的 这个情况 那 进了很多 这些 垃圾膠袋里面 那还有呢 也都呢 在这个 木箱里面呢 就是find out了 有很多的 坑渠盖的 一些聚员的 这些物体 那 那 警察呢 也都呢 就是同时 将这条尸体 就马上送回去 这个殓房 进行这个的监定啊 各方面的东西 那然后 跟着呢 就知道 他一个致命箱呢 就大概被一把 一尺长左右的尖刀 在喉咙里面呢 就插了 由 八到十次 左右 那但是 他就怀疑呢 这一个女人呢 就应该就没有被性侵过的 那 而当时 他们在这个 文礼角 扔下去的 这个木箱呢 就是大概三尺 乘三尺 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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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两尺 乘两尺 的这个木箱 那 和他们 做出来的木箱呢 就很明显呢 在长洲 找到的 就已经是改进版 就是 阿燕就真是幸迹了 否则就承受 这个改进版 改进版 就是大箱 入小箱 在中间里面灌水泥 希望弄到它再重些 那 而这个的尸体呢 怀疑生前呢 就是没有受到 这个性侵的 这个对待 那到证实 就真是这个 二十多岁的 这个 余慧文 这个 女士的 这个 身份 OK 那好了 那 那 最终就 找到余慧文的 一个尸体 也都找到 一个张华美的 一个尸体 那 但是同时之间 就是 这一个的 梁思黎 死后都不认 就是 两宗 就是张华美 和一个 谭文幸的案件 是关于他 而这个 陈家俊 也可以知道 这个张华美的尸体 在哪里的情况之下 似乎 这些案件 就真是有一个 另一个的同谋 就是和他 一起去合作 而这个 梁思黎 所说的 就是说 之前 这个的 陈家俊 透露过 给他听 这种 找一些 宽祥女子开刀 强奸性侵 和一个 非礼打劫 杀人灭口 为何 他找他做之前 他可以和他说过 有另一个的搭档 这一个搭档 后来 因为又不是很受他指挥 又麻烦犯犯 诸多要求 所以就飞鸠 他 幸好他撞回沙煲兄弟 才决定和他搭档 强奸非礼 打劫 这些夜场女子 在这个线索之下 当时的警察 也都要继续 旁敲侧击 究竟 这个的陈家俊 最后的一个同党 是哪一个 和现在是什么地方 如何可以緝拿归案 而再重组这个案情 关于这个的梁思黎 之前所说 不关他事的 曾华美 张华美 和这个的谭文恨 这两宗的案件 究竟是如何犯案 如何去找回这个冤情 破解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警察就在这方面 继续要做这些功夫 那好了 这个的余慧文是如何死的呢 原来在这个2月17日 又是一间卡拉OK给你们 又被陈家俊 又骗了去这个 梁思黎的家 然后就是杀死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似乎到目前为止 就已经有三个女士死了 一个的阿燕 差点给他们 轮为他们的刀下亡云 那究竟 还有没有其他人受罪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 有份和一日陈家俊 犯案的另一个同党 在哪里呢 好了 在元旦前 我希望可以做完 就是宽祥三郎 虐杀女公关案的第三集 将最后一片的拼图 再次组合 组合这个案情 给大家还原知得到 整件案件 谭文恒和张华美 究竟是哪一个火柏的陈家俊 而将他们杀害 过程又是怎样呢 到时在第三集 和大家 否释 和再将一些细节 告诉大家 Until then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平安的圣诞节 过完圣诞节之后 再和大家见面